精神抖擦的對呼 在戶外超過32度的高溫下 仍然展現出水利人員熱情的一面 這一次的讓大家能夠來到 我們北南水利公園開這個慶祝大會 也藉著這個機會 大家能夠感情聯繫 台東農田水利會 為了慶祝一年一度的水利節 特別在節日前夕 舉辦了水利有工人員表揚大會 以及區位競賽的活動 縣長黃建廷 立法委員劉兆豪 議長饒慶林等長官貴賓 都到場為大家加油打氣 我們水利會工作同仁 精心策劃一個這麼有意義 而且非常有趣味的一個比賽 我在這裡祝福每位好朋友 今天有個美好愉快的一天 就跟我們羅會長所帶領的 台東農田水利會一樣 大家實在好的不像話對不對 嗚呼 哎呀 祝今天的活動順利圓滿 縣長表示 對於水利人員過去在灌溉工作的 協調與協助 表示感謝與肯定之外 他並指出 台東縣政府和農田水利會 會有相當好的合作關係 日前簽署的南京大牌改善工程 除了大大改善市場環境 未來的開發經營不論是在觀光 到農特產品的銷售 都能增加水利會營收的上映局面 跟水利會也有非常非常好的互動跟合作 這個從我們閒置多年沒有辦法解決的 這個南京大牌 我們已經把它解決了 將來那個地方 就可以變回一條水溝 變成一個我們農特產的展壽專區 我想對水利會的財產的增加 對我們地方的繁榮 對照顧更多農民可以展壽它的農產品 都有很大的幫助 在農田水利會莊敬中 總幹事代表全體選手宣誓 接著大家一起跳著大會舞 你是我的花朵展開序幕 縣長和議長在摸材活動中 抽出所贈送的大冰箱和一金電視 現場是歡笑聲不斷 充分也展現了水利工程人員熱情 與活力的一面 東南新聞 陳景雄 劉大友 台東市 參謀報導